在这个老街地区的战斗 外围已经展开了 说是一百架的无人机正在轮番轰炸 说呢有这个国感的同盟军的战士 换上缅军的服装 说正在夜袭 这个老街 缅军宣布滚弄镇区 南侃镇区 牧解镇区 蜡树镇区 登尼镇 老街全部执行军管 从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 除军事人员以外 任何人禁止外出 在道路上行走 同时呢 禁止五个人或者五个人以上的人员 在任何道路村庄 小路公共场所集合 禁止任何带棍棒 武器刀具行为 禁止任何人开会聚集集会 如有违反 缅军将进行武力逮捕 缅甸军方的东北部的军区司令和老街军区 司令在戒严区内拥有行政和司法权力 可自行组建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并能够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刑法 这基本上就最大权力了 同时呢 缅甸军方宣布 果敢傀儡政府自治区主席李政府被免职 由缅甸军队吞吞敏准将执行其职务 主要撤离汉人 换成缅族人 这实际就是家乡控制 缅军已经摆出一个要死守老街 这个架势 果敢同盟军呢 从早晨5点30分开始攻击缅军核心阵地 叫寇唐据点 经过六个小时战斗 果敢同盟军成功夺取了缅军阵地 到下午3点15分 果敢无人机大队投入战斗 同盟军连续作战夺取了缅军的炮楼据点 缅甸军方的防御阵地 是有地形险要这个优势的 他利用防御地形优势 压制进攻方 限制战斗力发挥 依托隐蔽地形保存自己的实力 杀伤暴露的果敢同盟军 山地 这个丘陵地带是于防御 它其中呢 有这个大量的河流 山呢 这些有利的地形 但这一次果敢同盟军是投入无人机大队 有上百架无人机 轮流的发动轰炸 这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看无人机战已经让这种 丘陵山地的这种防御战 非常困难了 一架无人机挂载一枚迈迈迈迈炮炮弹 100架一起起飞就100发迈迈炮弹 同时无人机操作手可以精确操作 将炮弹投掷在缅军头上 那无人机投掷100发迈迈炮炮弹 这个效率是超过地面轰击500发炮弹的 都是瞄准 然后垂直轰炸 而且成本又极低 无人机飞行 花费就是电费 它没有其他的费用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无人机 它不是那种民用无人机什么拍照的 它是那种商用无人机 那种一般是在八九十万 一百万一台 但是即使这样一百架也非常便宜 和那个动辄就上亿的巡航导弹相比 这个一百架一百发迈一包弹 那这还成本还真的非常低了 缅军在老街周围建了大量的战壕 刁堡 难啃 对吧 你从以前的这个战术上打 你得一点点往上爬 现在看我从你头上扔炸弹 这个轻松的就可以封锁几公里长的这个区域啊 粮食水补给 但要用不上去了 那这个 你的山原来是你的优势地形 现在看把你围困在里边了 对吧 那你缅军坚持不了 饿的不行了 是不是就得撤了 投降了 坚固的防线啊 就可以 确实有啊 那我就不用打你的防线 我打你的补给线 后勤 这效果最好 你顶不住三天饿呀 就算缅军扛都是饿呢 营地里边草棚子里边 还有他老牌子呢 大家可能忘了 缅军是带家属上的 国安同盟军已经夺取了东山区寇堂 西山区新炮楼 缅军盘踞据点 已经形成对敌人的包围 甚至国安同盟军侦察队啊 据说化装成缅军啊 对老街中心区展开了敌后侦察 有这个同盟军已经是渗透进去了 缅军和电炸民团们在啊 这个老街有数千的手续 这些公式看起来都有伪装 他们侦察营干什么呢 就是化装进去后去踩点啊 就把这个对方的主要的一些据点啊 一些这个隐蔽的很好的一些据点啊 位置先记下就干这个 那这些掩体啊 没有人活动啊 说呢 那就没有办法我通过无人机侦察了 怎么办呢 就要得人进去啊 需要侦察兵化装 然后呢 在各村啊 街道啊 树林里边进行侦察摸青 缅军和电炸民团 实际火力部署情况啊 现在无人机 但是他没有人活动 你这个无人机也没法搜啊 所以历次的战争间证明是 必须要了解敌人内部情况以后 你才能发动总共 而侦察的就是达到这个知己知彼 任何作战行动都必须首先要各种侦察啊 及时获取准确行报啊 让指挥员下定决心 保障作战胜利 那现在既然已经宵禁就是防止你侦察 所以这些人夜间闯进去 只能化装成免军啊 这危险啊 非常危险 国外同盟军呢 不仅在军事连续作战 在已经夺取的区域啊 军医也在下乡为民众治病啊 帮助山民收粮食啊 老街的四代家族 现在是梦中之别了 无人机已经封锁你的道路 缅军现在情况是四面起估啊 要增业老街 缅军必须从这个 多个啊 国杆同盟军控制的桥梁啊 才能到达这个 会师地点 那么再从山路进入滚动 而国杆同盟军已经控制 整个外围要塞区 包括山区的峡谷走廊 所以你就是援军过不来 缅军主力没有能力增援老街啊 关键就是缅军没有能力 再集结数万部队参战了 因为其他地区已经打成一国州了 21年啊 美昂来发动军事政变嘛 后来呢 昂山素季保育金进入农村了 三年发展 保育金已经控制了 很大一片农村地区 现在缅军向北呢 向西啊 民族区啊 现在是兵力不足 保卫军也开始大批下山 就是孤立这个缅军的据点 缅甸南部核心区 保卫军呢 也在发动攻势啊 克钦啊 在缅甸西部 克钦帮 包括西南地区 若开帮 就靠近孟加拉那一带 东南部的克伦克耶 就靠近泰国这方向啊 整个缅甸都打成一国州了 北部呢 打15年丛林游戏战 先来看国外农军 北宫老街啊 国感 若开 德昂三个军啊 共同 共进退 缅阳来的军事政变之后 缅甸经济是一大糊涂啊 他推行的是缅甸的大民族 大缅族主义啊 推行这种强硬政策 压制其他民族啊 呃 敏昂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缅族人内部啊 也有分歧 就是你把这个 昂山素季的 所以自由派给打倒 他们当然要反驳 所以缅族人内部啊 这个民族军啊 就是这个原因 呃 民族矛盾 原来是民族矛盾 对吧 国感同文军啊 和这个汉族和缅族人的矛盾 现在看变成次要的了 就缅甸发生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缅族人欢呼国感同文军打缅军啊 欢呼 就好 因为他们不支持这个 缅来 支持昂山素季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 呃 最后咱们提提台独啊 也不得不提了 这个台独 咱们看到这个 啊 这个缅甸啊 北部 现在这几个中国通缉犯啊 有的是 说是畏罪自杀 但是从那个尸体看啊 确实是本人 不像是自杀的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下场 其实就是台独的下场 要是台独现在已经进了中国通缉犯名单了 我说这个不是恐吓这些台独啊 大家想想 这就是结果啊 你要么呢 就是你投降 啊 你把你的子孙后代 是吧 要么就什么呢 你就就像这样 给自己一个 一个了断 对吧 你说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帮台独 未来面临的不就这个问题吗 你想跑 你往哪跑呢 这帮人跑得了吗 跑不了啊 到时候美国人没准就把你抓下来 然后送过来了 真正的这个 我觉得真正聪明 就不会陷入到这个 像明家这 这一步啊 想想当年才杀了多少人 想想猖狂的样子 和当年这个台独想 我就是这么猖狂 没有人能治疗我 是不是一个样子 结果呢 咱们说蔡英文等等吧 搞了七八年的乱政啊 给大陆造成了不断的这个 我觉得是后果啊 这些账都记着呢 咱们说武统啊 这个最终的结果 咱们想想 不就是要收拾这批台独分子吗 不光这一批啊 就岛内的台独分子 没冒头的也要收拾 目前看呢 如果两岸的敌意 上升大陆公安机关通缉令 东部战区啊 可以发最后通牒 那么台独集团啊 头目可能啊 也会出现所谓被罪自杀 这种情况 到底谁杀的还不一定啊 大陆通缉缅北啊 不超过五天 他们自己就叫人了啊 所以咱们想想 如果大陆对台独分子通缉啊 我觉得岛内就有人去领他们人头啊 向大陆